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只要谈一个题目 也是和上一次一样 上一次是南兴 這一次是北劇 《緣故》和上次也一樣 南曲戲文 別曲雜劇 都是我們中華戲曲裡邊的長江大河 可是他們到底怎麼樣原生 怎麼樣形成 怎麼樣留步 尤其如何原生 何時形成 這是戲曲史裡邊 我們一再說是都沒有弄得很清楚的 兩個課題 那我這兩篇文章是在一個新的切入點 我據我所知 我們國內的好些朋友 也大概認同的也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是有論證的 那麼緣故也和各位說過了 就是因為戲曲的資料是怎麼樣 很少 有的只是什麼樣 釘釘點點 就像破布一樣 你要用擺納成衣 極意成球的功夫 才可以把那個夾沙醉合起來 這也是 那麼同樣的方法 就是從它的名詞 也就是北曲雜劇的名稱入手 這觀念我們都說過了 那開頭這個前言 佩馨你還是念一下 嗯 1996年10月18日至22日 我因為率領所指導的博碩士研究生 到泉州參加第三屆 國際男戲學術討論會 刺激我寫作 也談男戲的名稱 淵源行程和劉步一文 希望澄清中國戲曲史上 長久混淆不清 爭論不休的問題 而相同的問題 也照樣存在於北劇 北劇與南戲 為戲曲的兩大主流 又如中國大地的長江黃河一般 如果不能辨明其諸 諸般名稱之意涵 不能看久論其行程 離其留步 如何能對得起 長江大河的滋潤後域 如何能對得起 南戲北劇的藝術討厭 也因此逼著不傳簡陋 繼南戲之後 更論北劇之名稱 淵源行程與留步 台北林金公司 在1975年出版卓著 中國古典戲劇論集 其中 有關圓雜劇的三個問題一文 論到 宋雜劇 金願本 對於圓雜劇的影像 乃從體制 樂曲 劇目 代言體 劇場 扳演 怨妖等七方面考數 認為圓雜劇乃從金願本改進而來 猴馬董木舞台模型所展現的應該是彪莫的前身 又論到說唱文學對於圓雜劇的影像 乃從樂曲 扳演說唱文學的遺跡題材四方面考數 認為金願雜劇從說唱文學中汲取許多滋養 1988年 卓著詩歌與戲曲 收有中國古典戲劇的形成一文 結論中有這樣的話語 北曲雜劇簡稱北劇或雜劇 可以說是金願本加上北珠宮調而形成的 它在金代叫怨妖 在金元之際叫妖莫 後來繼承宋雜劇的名稱叫雜劇 這裡所書的珠宮調 是作為提供戲劇南北曲和故事題材的獎唱文學的代表 事實上的南系北劇所汲取的獎唱文學 並不只珠宮調而已 其後1992年 筆卻在參軍系與原雜劇中 收有原雜劇體質規律的淵源語形成一文 凡四萬五千語言 考數每一本原雜劇的體質規律 其所包含的必要因素有四段 題目證明四套不同宮調的悲劇 藝人獨唱全劇 冰白、科范、角色等七項 以及另有可有可無的次要因素 蟹子、插曲、散場等三項 總計十項構成因素 從而觀察其構成原雜劇體質規律的情形 筆者在以上三篇論文的基礎之上 預讀學者相關的著述或欣喜於所見近似 可以互相支持與發明或惆悵於觀點其意 然亦亦可以底力切磋 而皆可以使事理須於明朗 應敢以就座為基礎 加上近年所得 重新也提 撰作本文以就正方家 好 那在前言裡邊各位可以看出 和上一篇南曲戲文的 名稱淵源形成與留步 可以說是南北對等的關係 但是因為南系北區 所謂基礎不完全一樣 一樣的只是都是從什麼切入 從名稱切入 而不一樣的呢 就是因為它畢竟是南曲戲文 一個畢竟是北曲雜劇 就好像長江黃河都是大河 但是兩個河流的性格 流過滋潤大地的情況 也並不一樣 道理一樣的 那麼像這個呢 接著我們重要的就是說 已經和這個相關的論文 我已經寫過幾篇了 三篇了 那麼在這三篇的基礎是上 有必須要考證或者進一步的 那再說 否則的話呢 就把那個前三篇的要點 把它取材就可以 也可以省略篇幅 好 好 那麼這個 各位來看看 它的名稱有哪幾種呢 請看第五頁 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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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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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妖夢 然後妖夢驗本 第四頁 傳起第四頁 第五頁 雜劇 第五頁 那麽 如果說啊 還有個月福 有沒有 還有呢 它的根源 是有怨本 怨本是它的根源 所以在考述這幾個啊 我運用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證明在元代的人 元代本身有三位 一個是青羅吉 一個呢 是胡姿裕 還有另外一個是 陶宗儀 對 陶宗儀 有元代的三位呢 學者 一個青羅吉的夏廷茲 夏伯河 一個是胡姿裕的 這個的文章 看了一篇文章 第三呢 論時代是胡姿裕第一個 第二個呢 應該是陶宗儀 的湊庚路 第三就是 夏廷茲夏伯河的 這個青羅吉 三個人都一國同生 元代金是從 原本過來的 原本過來的 所以呢 如果加上原本這個原始的話 也有十種名稱 那這十種名稱 把它排出法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就把那些怎麼樣 共稱 對不對 就像 稱先生 反正男生都是先生 對不對 女性呢 在現在都可以稱 小姐女士 所以像這些名稱 共稱 並難以來 來見證 別取雜記的原生 形成的這個 標竿的這個名詞 我們就一一排除 所以排除這一些 各位我排在後邊的 幾乎是要把它排除掉了 比如說第九 第五月 元詞 對不對 元代的詞 古人對詞和曲有沒有分別啊 沒什麼分別 所以元詞這個 別曲只是在說曲 對南曲說的 也沒有 而北原本啊 各位知道 原本就和樂輔一樣 因為中國文人有一個什麼樣的習慣啊 喜歡稱比較古老的名字 叫古雅 你譬如說 這裏部尚書 裏部尚書 他就說大師徒 這個兵部尚書就說大師馬 公布尚書就大師空 類似這樣子 都是怎麼樣 拿周禮的衣服 一直到清代都還這樣子稱呼 其實那時候的官制 哪有大師徒大師空 就這一些大師馬這一些 所謂北院本 也就是明代的人 因為在他們認為劇本也可以叫院本 沒有那麼樣精確地去定位它 這就好像我們說南曲戲文都被稱為什麼 傳奇 別曲雜劇也可以被稱什麼 傳奇 朱公調也可以被稱傳奇 唐代的文言小說也可以被稱傳奇 因為它的共性只是在什麼 故事的曲折引人入鄉 所以像這些我們都可以排除 不必要來考察它 可是像雜劇 這個傳奇也可以排除了 妖莫 妖莫 還有妖莫驗本 驗妖 這些名詞呢 就要仔細考察了 各位翻過第六頁 因此呢 我們這個文章的分章分解 就在北劇的淵源 金怨本 也就是說 北劇最早的那個生根發芽的地方 就是金怨本 各位也要知道 我們的文化 有一個特色 憑空而生的多還少啊 很少 一定是對前代要有一種 這個繼承 所以呢 繼承 它就有一種傳統在裡邊 可是繼承呢 也會有怎麼樣 傳統的包袱 扛在身上 利弊是相生的 那這個原本 剛才我說過了 我們所引用的 第一段資料 第七頁 第七頁 就是引用 原初的胡志玉 他的這個紫山大全集裡邊 這裡邊 這裡邊有哪一句話 近代 各位看第三項 近代教坊原本之外 再變而為雜劇 教坊是指宮廷的這個幽靈小夕 在變而為雜劇 所以他認為原雜劇 就是從什麼 遠近過來 這個變就是遠近 遠近過來 就是教坊 院本 然後我們也 各位說過 送雜劇稱雜劇 金代呢 在金末以前 也都稱雜劇 可是後來由於怎麼樣 雜劇流播到怎麼樣 民間 這證據很多 我們都說過了 雜劇流播到民間 而民間的這個 來演出的 由宮廷的幽靈 轉移到誰的手中啊 杭宴人家 杭宴 那我們現在來說就是破洛夫 大雜劇 這是很庶民百姓 世上的樂父 民間的樂父 民間的樂父 由他們來演出 所以稱院本 杭宴人家演出 我覺得王國偉這句話 是可以解釋通的 就是好像 畫本就說話之底本 畫文就是說故事的語文文學 所以院本是這麼來的 因此它繼承的根源 其實不是教房的院本 而是民間的怎麼樣 民間的院本 那麼院本的結構各位都知道 正院本 而在院本裡面 我們說已經出現過三個什麼 三個院本的正院本的類型 第一個叫什麼 就叫正院本 第二個就叫什麼 院竄 還記得嗎 第三個就是什麼 院竄 院竄 就是用五花竄弄的 那個竄的演出的形式 種在踏躍 種在古蹟灰水 裝扮 例如竄國之人 踏竄 所以它叫做踏竄 那麽正院本 正院本呢 就是直接是什麼呢 遺孫呢 參軍戲 送雜記 金院本 這是一幕相承 就種在幽靈的閃爍 以古蹟灰尖 而且要不要 帶有奉賤之意啊 要帶有奉賜之意 奉賤之意 可是什麼叫燕妖呢 這兩個字 從馮元君 福濟先生 等等以後 都沒有考察清楚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把所有圓雜劇 圓曲裡邊 相關的詞彙的來源 都列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證明 燕妖就是 燕本妖末的怎麼樣 象徵 燕本都知道 那什麼叫妖末啊 那個妖有什麼呢 我們又考察出來了 考察出哪些名詞啊 各位來翻 抱歉 因為呢 文章寫太久了 我又沒有重新去把它看一看 所以第幾頁啊 一下子找不到 好 各位再看 十一頁啊 北劇的行程 從燕妖到燕墨 我們考試的方法 好 各位看第十一頁啊 各位看第十一頁啊 中間啊 院本名目分裂之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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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這些院本名目的學者啊 很多了 很多了 福濟先生當然 本來他那個書 宋金雜劇考啊 他二十八歲寫的 真是經典之重 他後來所寫的 反而不如年輕的 所以越勞越有用 越勞成就越大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這個 他 我是很佩服的一個學者 他和交情也很好 但是他對於燕妖啊 也沒有考察清楚 這個馮元君 包括最近 我們廣州中山大學 也有人啊 好像有兩位吧 是幾位啊 以這個 宋雜劇啊 來做博士論文 但也沒有 我認為沒有考察出來 我們的方法是怎麼樣呢 各位看 第十一頁啊 在以金院本為基礎 發展為北劇的過程中 應當經過院邀 到以妖末的階段 也就是說 我把它分式過去 根源是金院本 最後完成叫什麼 圓雜劇 可是中間 中間 有個怨妖 這個怨妖就是金末 金末開始出來的 到了元代 那各位要知道 元代統一中國之前 還有南宋和它對峙 各位都知道元代的勢力大不大 幾年之間好像 像二十年之間 就橫掃這個什麼呢 一路把金末 把西夏末 再往西呢 一直打到現在的匈牙利那個地方 你看歐亞大陸 分作四大漢國 這是人類歷史以來沒有過的情況 我們南宋呢 居然可以撐四十五年 所以中華民族 有時候它的韌性 韌性是很厲害的 我想起來我的老師 鄭謙鄭英博先生 他八十二歲的時候 我們請他 我們開了一個國際宋代的學術會議 請他做主題講演 他上台就說 各位啊 我的身體啊 就和宋代一樣 我從年輕的時候 就覺得能活到六十歲就很滿足啊 體弱多病 遙遙一墜 結果撐到現在 八十二年了 上身呢 腦袋七十歲 腰桿八十歲 雙腳九十歲 平均還是八十歲 我們老師是很有趣味的人 學問他做得很深很 他就說 因為南宋 南宋佔的整個全宋代有三家的領土 南宋有153年 北宋也有156年 加起來 三百零多少 零九 如果我們要記錯的話 我這個數目柱我常會記錯 各位不要全部相信 也只是對一半 那你看看歷朝歷在 哪有一個朝代比他長的啊 你一定說送 兩漢 兩漢 兩漢有滅亡的 十六年啊 對不對啊 亡亡十六年啊 他世上是兩個朝代 這是一點 你說清嘛 清 如果從滿清算齊 他統一了兩百六十七年 算齊 最多加起來也不過是不到三百年 兩百 應該兩百 兩百九十幾年 那這個明呢 明代兩百七十八年 在那邊呢 抗 如果把鄭成功算進來的話 那就超過三百年了 但鄭成功已經偏安 這個海語小朝廷 這個實在不能算 所以你看南宋搖搖欲罪 就是一個民主的韌性在裡面 就因為這個韌性 所以兩宋的文化是中國最燦爛的 不管哪一種 你論思想 論文學 論這個什麼科技 兩宋科技也很發達的 論這個海上交通 你看在這個什麼呢 廣東附近發現一個 當時候世界最偉大的船 現在擺在哪裡啊 擺在泉州 你們有機會到泉州去看看 那時候 它裡面在的貨物 如果我們要記錯 兩萬多千 兩萬多千 這一些啊 是 都值得參考 所以在 蒙元 那時候叫蒙元 蒙古 他們那時候的國號叫蒙古 蒙古內南宋 之前 之前 他 在北方統治有多少年呢 有45年了 有45年了 這45年的那個雜據 明顯 我們可以考察出來 是 是元世祖 元世祖 他統一天下以後 改為元 人也把這個妖末 當時候稱 別取雜據 民間俗稱叫妖末 當時候人 取送雜據的地位而代之 才改成雜據 所以 院本到元札據 中間的過渡 這40幾年的過渡 加上金末 加上金末 也有80年 80幾年 我不要又算錯了 我不要又算錯了 45加金末20年 六七十年 六七十年 足以讓他過渡的 所以在時間上 他不是由經驗們 直接跳躍到 我們目前的元札據 而中間的過渡 就叫怨妖 就叫妖末 那為什麼這樣 等一下我們來說 好 我們現在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怨妖啊 就是怨本妖末的合稱 我們中國戲曲 有一個特色 就是前代一定是影響後代 演出的時候 也會長怎麼樣 前代的戲曲 和現代的戲曲 前後來合演 所以 所以 像 這個 金怨本 和 原雜劇 就會同場 前後演出 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 就有幾個證據 第一個證據呢 就是 那個 《幻門子弟錯立生》 它裡邊的默色 要兼具兩種藝術修為 《幻門子》 《幻門子弟錯立生》 就是寫戲曲演員的這種 每一個劇種 它在敘述的時候 那校後 默色 一定要兼具 院本 和《幻門子弟 Close ide極遲》 雜劇的修為 那請問 到底院本 是在港 admitted 在古蹟灰胁 在闪烁 那么杂剧 当然就是歌唱 因为原杂剧 一本四则 末本是一人 一个角色 独唱全剧 所以杂剧的末色 一定要歌声 一定要好 这种情形 又鉴于什么呢 鉴于 宋末 原初的张言 张言各位知道吗 那个瓷家 那个炎热的言 两个火 张言 他对一个演员的画像 叫梦是储碎凉 储 是储重凉 为什么我说成储碎凉 你们知道吗 因为一个史学家 这个就叫储碎凉 储重凉 他的这个画像的提增 写他的记忆 也就是要兼具 院本和杂剧的这个艺术修为 第三 就是庄家 不是郭兰燕 金 这个什么呢 金墨原初的 那个哪一位啊 杜仁杰 杜仁杰所写的 钱贼尔 怨本调封月 演出的这个过程 前半是怨本叫调封月 背墨敷衍流耍河 流耍河就是背后的妖墨 妖墨就是当时候的杂具的民间俗称 所以同台并免 这证据呢 非常的确准 这个我们里边都写了 所以 这个院本 妖墨 有这样的关系 这样一来 会不会比处影响啊 两个不同的艺术 这种后代的例证也很多啊 您拿我们清初 开始的时候 是巨坛 以昆山水魔调 为这个独霸巨坛 可是呢 慢慢的 到了康熙墨 乾隆 这一段呢 就出现了益阳枪 益阳枪 结果两者之间呢 在宫廷 由万历以后 昆山枪益阳枪在宫廷已经变裂了 然后到了清代呢 就变成 因为竞争 难免会同台黑眼 所以就产生昆义枪 合起来 彼此互相昆义枪 然后呢 从陕西那边的邦子进入了 这个陕西的邦子进入了 那时候的陕西邦子进入以后 第一个被称乱坛的就是陕西邦子 后来乱坛的意义才扩大了 最起先是陕西邦子 就被称为什么样 昆邦 来又合起来 民主会融合 戏曲啊 音乐会融合 好 在北京后来乱阳枪 又曾经超越过昆山枪 乱阳枪精化 形成什么样 京枪 京枪 各位 这个昆山水魔调 这个昆巨啊 从清出以后就开始 这个不是我说错了 不是清出 清代这个康熙前还相当盛 就开始康熙末以后 昆山水魔调 一直就像南宋一样 摇摇翼坠 可是你看到现在 剧场里边还很盛 所以韧性很高 每一个星星起来就和他打 因为他是天下第一箭 天下第一箭一定是 是海内外想要争斗都和他对抗 所以京枪也和坤枪对打 就是京坤 然后乱坛 后来这个地方戏区综合起来 就叫乱坛 所以乱坛里边的那个主要腔调 就帮子腔 分化一个这个用曲牌体的 用管乐器吹的就叫什么呀 叫吹腔 到四川 用什么诅咒乐器啊 所以腔调和诅咒乐器会变化 那个叫做浮琴腔 把符字去掉叫琴腔 但是这个四川也称帮子腔 说乾隆年间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黄标式的人物叫魏长生啊 他进入北京带领的集团 就是四川的 是四川的 再弄清楚 他的帮子事实上就是琴腔 就胡琴腔 还有益阳腔 精腔 帮子腔 这个吹腔 等等这一些综合起来 就叫做什么 叫乱坛 所以乱坛 到后来CPR房也都在里边 变成个地方戏区腔调总称 但是事实上两个最大的根源是什么 各位 叫坤邦 我说错了 就乱阳腔和帮子腔 因为乱阳腔变成高腔 乱阳腔变成精腔 帮子腔又延伸出了CPR房 所以事实上是这两个和这个 这个什么打对台的 和坤三枪 这一段戏区是非常复杂 我刚才能那么样给你们说 我是废来一点整理和系统化的功夫的 我也一直和各位说过 学问你把它建过系统化以后 就不会忘记 也不会混乱 您如果资历破碎 常常会自我搅乱 所以这种情形 包括京剧的实探 你看在北京的舞台 还是坤腔和西匹亚房 匹方腔同台并演的 可是哪一个圣 当然是京细圣 北京叫匹方腔 京剧是传出去以后被称的 而这个坤山枪赐药到什么程度啊 明角还没有上演 王公贵族豪门这个什么 还没有来看以前 垫底的 或者大家看一阵子了 觉得就像现在台湾的剧场叫什么 中场休息 以前不休息的 现在大陆还是不休息的 比较非人道 我们台湾要休息 像昨天我看前半夜 总共三个小时 你中间不来个十五分钟休息 我看出问题的剧场上会不少人 所以那时候 把那类似现在中场休息的 就用坤山枪来演 因此坤山枪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车前子 车前子什么意思呢 中药名 因为这个药是专注小便不通的 你就尤其可见几件事 坤记那时候没落 但是坤记与经济 我们说经还是同台和言 拿我们台湾来说 台湾最起先是什么 最盛的是什么 乱谈戏 乱谈 鸽子戏兴盛以后怎么样 也是歌子戏就像后来的批房一样 乱谈就像坤山枪一样 所以闹台以后所演的就是先演乱谈 后边重要的在演什么歌子戏 所以自古以来这些都一样的 因此金苑本先演 元杂剧后演 而元杂剧那时候叫妖末 所以苑本妖末就是这样来的 那把它过渡的时候就叫怨妖 因为文化是渐进的 因此我们先要解决什么叫做妖 解决这个问题各位 有一种我一再和各位说过 智学就把相关的资料 把它按照实在 按照类型把它系列出来 系列出来就可以让它互相积大 黑心里找出那个 找出一大堆这个 我们列起来很多 现在我眼睛很不好 就静看的 好 有了 有了 好 各位 你的配心十五月 你把这个练一下 最后一行 其次顿着怨妖与妖末之名义 渡仁杰庄家不适宫来怨 单射调耍孩儿六下云 既五人手车也乘坐的门 高声的叫勤气 到此来的门 你念它的关键值就好 第二行 就是说 到前节怨本条封业 我来念好了 因为我比较知道关键 背后妖末浮远流耍河 所以怨本和妖末是前后对称的 然后三撒最后一句 串霸将妖末 串是什么意思啊 串就是怨串啊 串就是怨本里边的一种啊 所以串霸就是怨本演完了 将妖末要把妖末怎么样 演出来 这一句啊 我看过大概一二十种啊 注解 没有一个对的 对串和妖 将妖末这一句话 南采河呢 这一个呢 第一行后边 旧妖末愿本我须知啊 旧的妖末愿本我须知 这妖末写那个什么的末 然后入鬼布 比朱公妖末极多 这个 甲座名 对于高文秀的调词 他说 南采河将前显书博 比朱公妖末独多 那么妖末是不是 这越来越明显 他就我们后来所称的别曲杂句 对不对 妖末 然后呢 还有呢 下边也公墨 也是妖的错字 再下来花里郎 《传奇妖末情》 《岳府辞章性》 《传奇妖末情》 这个《岳府》指的是什么呀 《闪曲》 这里的传奇呢 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演出的剧本 杂句 《妖末情》 然后下边 《燕指楼》 《妖末前偿》 佩馨你把这个往下念 都是妖末 对不对 我们慢慢来考察一个名词 就是把这一些都排在这里 彼此之间接待 然后我们再分析 由贾州民调职看来 妖莫显然是北曲杂剧的别称 因为高文秀的杂剧作品 据鹿鬼部驻鹿多达三十本 仅次于观探亲 居原人第二位 吴昌龄、石军宝各十本 所以说妖莫相齐 而对于花里郎的岳府辞章性 传其妖莫情 则以传其对岳府而言 即剧曲对三曲 那么妖莫情又对词章性 指像妖莫那样的作表 像词章那样的格调 其妖莫同样指北曲杂剧 若此 庄稼不是勾兰院套所云 前吉恩院本调封月 背后妖莫敷衍流耍合 可见晶圆之计 愿本与妖莫即北曲杂剧之俗称 可以前后同台并演 再由串霸将腰波之余 也可见眼霸串 串体愿本之后 将记演腰 则腰莫亦可省作腰 胡适为腰波 是演奏乐曲的腰篇 似乎与作为表演的篡不相称 亦不能与前吉恩院本 与背后妖莫相应 至于蓝彩和杂剧 妖莫院本连读 当有两解 一 指北曲杂剧与院本 有如庄家不适勾来院所云 而妖莫即妖莫无疑 一则将妖莫作为愿本的修士语 指杂剧化的愿本 也就是改进的愿本 若取第二意 则颇能与怨妖亦联署 因此颇怨妖乃北曲杂剧之前身 也因为她是前身 所以称旧 愿妖明目中 如王子端卷怜记 女状元春桃记 丁当天赐暗渊源等 已经很接近北曲杂剧的名称 至于杨显之和王伯成调词中的 宫莫 很显然是妖莫行径之物 妖莫即为北曲杂剧之别称 妖莫又可省作妖 如丧所述 似亦可省作莫 而文献又有 撇莫 撇朗莫 幻门子弟错立身云 莫 不争你要来我家 我孩儿要招个做杂剧的 声唱金娇艳 子这撇莫屈老传 我学那流耍河 行踪不羁 幽雍兮岳府卷十一 平音律金手套 鸳鸯煞云 披朗莫戏场中 明显在鸿门战方景 幽雍兮岳府卷十七 风流小森林 戏乐中响展是天王庆 撇末中靠背时菩萨增 五玄中歌曲是李佛生 幽盛世新生亥及小力 寨而令云 撇末天言 燕作湖殿 明周献王承栽杂剧 更有多处提到 其物真如耍孩儿云 将任这半生风月收十把 探尘世光阴 没揣拿 清闲冷淡做生涯 便修去牌场上 涂抹灰擦 屁幕中在墨心留恋 花囊里修江角去 茶 赶衬处修牵挂 收拾了骨弄 洗炫了烟花 其物真如转煞云 把姓李慧荣 把箴言奉送 不强如相勾篮 撇朗墨 闹哄哄 其桃圆景 闪花时云 你到我燕作的 吞子特县门 你到我撇末的 场中无对手 以上有撇末和撇朗墨二词 由物真如 相勾篮撇朗墨 闹哄哄 和雍心岳府 撇朗墨戏场中 可见 撇当弄此用 其意为装 其办事 如 装甲曰 撇甲 装清曰 撇清 朗则作末之修士语 由显著 主要 出色之意 撇朗墨 意为 办事主 主角末色 但由撇末一词看来 则幻门子弟 名指 杂句 雍兮岳府 与戏乐 五弦 对举 勿真如 与花传 并提 揭作名词 亦当指 实质之北曲杂句 而盛世新生 撇末天言 则有如 撇朗墨之撇 能作动词 由此可见 撇末本是 办事 莫色之意 但因为 末为北曲杂句之主角 于是 撇末为 演出杂句之意 以末作为 北曲杂句的代称 而撇末于 词汇结构 原是一个 子句 静假而为 词节作名词 乃成为北曲杂句的代称 刚才有一个 佩末天言 那个言就是 燕的意思 那么燕断 也就是 说一些 非常流利古迹 辉谁来 斗人什么的 天言 就是燕断的燕 这个在各位可以从刚才引路里边 看到民间文学 以前的四景口语 有时候就很难解释 像贴末 贴朗末 它底下 我们要讨论的庄妖 各位看 18夜的 导使第 第五行 披末有如上书 则庄妖 以之词会 结果相当 更有隐身语意 讨论这个所谓庄妖 下边 你看 第十九月的 杀果劝夫的引文里边 你敢庄妖放党 又有个庄妖 装了妖 装了妖 接着这个杀果嵌入 接着下边 又写这个妖 我们妖感子的妖 这都是我们常说过的 民间文学里边的什么呀 殷童的额变 接着这个呢 你看又是说 在哪儿 庄妖末 你看庄 庄妖 也是一样庄 妖 所以妖就有各种的写法 庄也有装扮的庄 或者服装的庄 然后庄妖大户 又下边 太平月 庄妖大户 然后庄妖 就变成这个腰脚的腰 腰绕的腰 没有你这边那个腰 然后庄审妖 有没有阳春白雪 庄审妖 那庄审妖 就可见这个腰其实呢 是个名词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腰当然就是我们妖末的腰啦 庄敲就变成这个什么 敲敲板的敲 太平月五下边 有没有装敲啊 尾时用心机 然后下边装什么腰 对不对啊 装什么腰 现在不是装什么腰 可见那个腰都可以当名词 下边又装腰 再往下又装腰摸 好 佩卿你帮你 由以上可见 装腰 装 或做装 或做装 因意识同 腰 或做腰 腰 翘 则 则为因同或因尽致而变 由沙果劝夫 你装了腰 落了钱 阳春白雪 装神腰 皆可见 腰做名词 由盛世新生可证 装腰是装腰末的省文 装腰与撇末 结构相同 皆为名词子句 其本意都是指扮演杂句 也就是这里的腰和末一样 都是由腰末省文而来 皆是北曲杂句的意思 但戏曲名词转化为生活语言 往往会隐身语意 譬如以上所以的装腰 便都隐身作为装模作样解释 因为扮演杂句 哪有不装模作样的 经过上面的考树 可见腰末乃至怨腰之腰 撇末之末 装腰之腰 以及撇末装腰 都有用来指称北曲杂句的意思 然而何以会如此呢 下边这个我就是意思 这个腰末都是小的意思 都是小的意思 可见古书的腰末是微小的意思 但作为北曲杂句 通腰末的腰末 其取义却不应当如此 由上文我们已确知 你往下 腰末之末 乃因莫尼瑟而引申为北曲杂句 则末字不作细为解 而腰末之腰 就词汇结构而言 应当作为末的修士语 而腰固言武日之路云 衣为树之初 故以小明之 骰子之以一为腰视野 若此腰虽以小明之 但必尽为树之端 一集第一 则腰末有言朗末 皆为其为主要之末色 而我们知道 唐参军系以参军仓户演出 其嫡系宋经杂句原本 参军变为附近 仓户变为附末 但论主演者实为参军附近 可是到了北曲杂句 则由所谓末本淡本 一集由正末或正诞 主演主唱全句 静角则沦为次等角角色 而且 而淡角只有装淡发展完成 教诸末色为婉 且金元杂句 淡本教之末本为数相差甚多 可见末是北曲杂句真正的主要角色 也就是说 宋经杂句原本转化为北曲杂句 就主演角色而言 是由近角改为末角 所以末成为北曲杂句的象征性符号 也因此民间才有 撇末、撇朗末的俗语 用来指称北曲杂句 同理妖末之妖既有第一之意 妖末有言朗末 皆用以指称北曲杂句 则民间自可审闻以建议 如以妖作为北曲杂句的代称 而这也应当就是串霸江妖波 怨妖和庄妖的由来 怨妖诚如上文所云 一集航运所演出的妖末 但彼翼以为 她和妖末之间仍有段距离 其距离为何 那就是她尚未完全脱离 怨本的形式 这可分作两方面说明 其一 正杂句和正怨本演出时 应当都是两段而各自独立 怨妖应当也保持两段 这两段可能独立 也可能衔接 但以由墨色主演 并独唱成套的北曲 其二 怨妖的墨色 应当兼具打怨本 和搬腰墨的功能 这可由以下两段资料看出 张言就蛮练的 张言叠练花 提木色 楚败良写真云 既楚衣裳 眉目秀 活透离缘 子弟家生旧 魂器随机开笑口 眼前细件从来有 欲敲金桨 载锦绣 隐的传情 脑的娇额瘦 离合悲欢 成正偶 明珠一颗盘宗种 张言生于宋礼中 纯又八年 约足于原人宗 言又末年 是著名的词人 他这首词的前半却 正书名 宋经杂句原本 附墨与附近 打 打魂奉剑的任务 而后盼却 则说明 与弹角合眼的情形 分明是北曲杂句 阮莫尼的矿尾了 由其墨具 明珠一颗盘中走 更用来强调 墨色歌唱的艺术 水浮全传第82回 梁山伯分金大满市 宋公民全伙受招安 其中 天子清玉宝座 陪宴送江等 有这样的情节 方当 久近五旬 正式 汤城三县 教坊司 凤鸾少五 李悦司 排长陵关 朝鬼 鬼门到 风寒开说 于是 依次描述了五位角色 头一个 砖外的 第二个 细色的 第三个 墨色的 第四个 镜色的 第五个 贴镜的 其描述 墨色是这样的 第三个 墨色的 果 结落 球头 帽子 着 花意 蝶圣 罗山 最先来 提夺 圣分明 念几段 杂文 真 还有 说的是 敲金 吉欲 续 加风 唱的是 风花 雪月 黎元乐 其所谓 提夺 分明 是说 墨色在 原本中的 主张 其所谓 说的是 唱的是 是指 他在 妖末中 表演的技能 由此也可见 墨色与 怨本 妖末有 两块的 现象 而 这正是 怨妖之所以 居于 怨本与 妖末之间的 功能 好 这些 都可以 看出 这个一个 民间的 名词 对不对 民间的 俗语 过了 俗以后 有时候 真是很难以考证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 有什么 鲁手 有什么 鲁蛇 有什么 这个 网军 你听懂吗 网军在台湾叫 网军 就是网网有的网军 我们就把它称 网军小妹那个网军 这一些新的语言很多 十过境迁 你看是不是网军 网军 对不对 这中间如果不是我们生活在现代 知道的话 再过一百年真是就不知道了 我们那个时代有这个 哇傻 哇傻 就是 凡是被人家这个称呼什么的 就叫哇 惊喜感叹了的那个意思 还有我们那时候对女朋友 这个非常的称呼不雅 叫马子什么之类的 还有我一个朋友 我们哲学系的教授 你看 我们都称他马桶 你知道马桶怎么来的吗 因为他叫杨树桶 杨树桶 就因为有个桶 就被称马桶 然后大家简称他老马 他不姓马怎么称老马 你看转折到这个程度 朋友都知道 一叫老马他也会答应 可是别人的话 所以民间的俗语有太多了 你看我们说敲竹杠 拉皮条 这个卡油还容易 卡油还容易 或者是打秋风 对不对 打秋风事实上是打戳风 就这样 秋风抽风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 刚才那些都是民间俗语 因为莫就是他为元杂菁 被主唱的角色 那宋经杂菁原本是负竞为主角 竞为主角 那由静的闪烁 古迹灰水 要转移到什么 转移到末的歌唱 末的歌唱 所以腰就表示你了不起 第一的你为主角 朗就你最突出 最亮丽的 所以就腰末朗末 那因为一个人如果说 在冲任角色的时候 拍朗末 装末末 把那个装腰末 把那个腰和朗去掉 就拍末 装末 对不对啊 那个末是不能省略的 我们现在说装腰作怪的装腰 阴朗怎么写啊 阴朗写妖末的妖啊 我们辗转已经写成什么 妖怪的妖啊 我们信口开河 现在信口开河都写成哪个河啊 河水的河 但是元代写成河作的河 但更早的宋代 阴朗什么 开河 赫字的河 信口开河 是这么来 我们都知道开河这个名词在宋代 你看一转到元代 河作的河 一转到红楼梦 你们去找红楼梦 就河流的河 大家也觉得信口开河 你嘴巴又说像长江发那个花花 也通啊 也通啊 但事实上是信口开河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怎么样考证这出来呢 第一 把资料相类型的排在一起 上下文一推测 就可以推出他的本意所在 比如说《鹿鬼步》里边 说高文秀的这个剧本 只有比谁差啊 比谁少啊 观安清 应该做了三十几个剧本 原杂剧的第二剧作多的 所谓郑和夫 这个主书和清一个 对不对 那他和谁啊 相同啊 和一个高文秀 还怎么 相同 那么相同 正好每个人都十个剧本 所以那个妖魔 好问题就是指什么啊 我们现在的别曲杂剧 这就可以定位了 其他在从它的词汇结构 词汇结构在去年啊 我们班上有好几位同学都听了 这个戏曲语言 还有词汇结构的列型 那么从这个词汇结构 有的呢 像配目 动词 名词 这事实上是一个 一个子句 对不对啊 子句有各种类型 V加O 可以是SP 足语加数语 也都可以形成一个这个 一个名词来作用 所以配目 配朗目 庄妖 这个词汇 是词嘴 但是它变成一个名词 从这一考察 就出来了 所以 怨妖 为什么在怨本里边 和怨串 怨本 怨串 怨妖 是平类的 它平类的 也就是说到今代的怨本 怨本本身已经发展出三个类型 一个还保留了参俊系的 一个是什么样 从Tran这里的输入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发挥MOD功能 MOD功能是什么 歌唱 所以这是怨本本身的一个自我的发展 这一点 研究戏驱使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 所以就觉得怎么冒出圆渣巨来 事实上它是经过什么 怨本 怨妖 妖末 最后就是它取得元代戏剧团的代表了 所以就把宋杂具的杂具 称呼怎么样 妖末 而取而代之为杂具 构成就这样 是不是从因此就可以考察它的渊源形成史啊 好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